中華郵政的資料把它複製過來 新增郵力區號的一個工作表把它貼過來 這個表其實跟我們要的結果差距蠻大的 因為這個結構長這樣 它一定是兩個欄位然後中間空一個空白 然後這兩個欄位再一個空白 如果像這樣的資料拿來用 就幾乎沒辦法用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就是一般習慣是 一定是藍位名稱在上面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放它的資料 最後應該長成長這樣 就是說一個郵遞區號 一個縣市 一個行政區 它就乖乖聽話 這樣是可用資料 一般要正規化 剛剛那個是不可用資料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將來給人家資料 盡量還是做成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 比較乖的 乖乖的資料 OK 不然的話像這樣 說真的 這個有點它不是用電腦的 這個 角度去給資料 而是好像用那種以前的紙本的觀念 有點把紙本看到的東西直接就把它翻到Excel 那 這種狀況還蠻多的 可是問題 其實我們 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怎麼樣 如何把 這樣一個無序資料 變成剛剛那樣有序資料 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 如果你實在不會用 比較快的方法 那你可能要塗髮煉鋼了 OK 那塗髮煉鋼怎麼做呢 其實可能 把這些 這些通常都複製到它底下嘛 所以把 23456 這些先丟到後面 然後在旁邊再插入一欄 反正就是變成說 土髮煉鋼 那我這邊 其實有 已經寫好的一個 VBA程式 其實如果你會用VBA程式的話 其實就執行 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因為 難度比較高啦 所以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待會你們只需要會做什麼 Ctrl C Ctrl V OK應該這個你們都會了 OK 那至於那個詳細的程式內容 你們 可能會慢慢在 有時間在講 OK因為難度太 不會太高 但是你看完之後 你說 原來這樣好方便 你一定會覺得 因為 平常在解決工作的時候 你如果用土髮煉鋼 太浪費時間 如果每天都要再來一次 那 豈不是每天都要浪費很多時間 那怎麼做喔 我現在Demo一下 我先示範一下 如何把這個變成像這樣子 的一個過程 那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你說要怎麼查 其實一般是這樣 就是我可以把 底下這個資料 可以什麼 可以把它先選取 那選的方式就是選 從那個 D2 然後一直 Ctrl C向右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叫什麼 名稱叫郵遞區號 所以我先把郵遞區號 四個字複製 油標放這邊 Ctrl C向右向下 然後在 他的那個 左上角這邊有個名稱方塊 你可以把它貼上 也就是這個範圍 就叫做郵遞區號 所以這個 Table 這個表格 就叫郵遞區號 那如果說 我先示範一下 如果說像剛剛那個問題 這個做出來之後 那我們限制就可以用剛剛的 插入函數 用這個 這個叫V入函數 就可以把它查出來了 所以 以後在Essale裡面 用V入函數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你要查資料的時候 按確定 那第一個查什麼 查郵遞區號 第二個問題 這個就是可以按F3 剛剛我們不是定義一個名稱 那個範圍叫郵遞區號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名稱叫出來 那記得 我剛剛多按一個按鍵叫F3 你就按F3 然後把郵遞區號選到這個範圍 意思就是什麼 我要查郵遞區號 去哪邊查 去剛剛建立這個表格查 那查完之後呢 他第三個問題說 那你要查哪一個資料回來啊 因為比的話一定會比這一 這個總共 一二 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他問你說 那我比 一定會幫你比第一欄 那請問一下呢 你這COL是欄 Colum index 哪一欄你要幫你帶回來啊 那找到之後一定是找第一欄 那我要的是第二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輸入二就可以了 那Range Lookup是什麼呢 如果假如 我找不到你要找的那個 郵遞區號的話 那怎麼處理 如果你輸入零的話 就是呢 找不到就跟我講找不到 他會出現找不到 那如果你輸入一的話 就是 他會找接近的 比如說他找不到 100 他就找99 OK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找不到101的話 他就往下找就對了 反正他找不到 他就會找接近的 OK 應該可以懂 不過一般習慣 會輸入零比較多 所以這個輸入二 幫我把限制帶回來 因為限制帶第二欄 然後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不要就零 零的話其實也是false 如果你輸入一的話呢 就是要 如果找不到 那就幫我找接近的 所以如果 他找不到 他對應的那個郵遞區號 他就會 找接近的 那你也不知道說他找接近的 所以這樣很恐怖 如果他找不到 他找一個錯誤給你 那這次資料就有錯 所以一般習慣 會用零 比較多 不要 你就 找不到你就告訴你 如果沒有這個郵遞區號就好了 然後他會出現那個 擠NA的那個錯誤訊息 就找不到 OK 按確定 好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 把它快點兩下 總共十幾萬筆 瞬間 就 完成了 OK 感觸向下看看 有沒有發現 瞬間就完成了 所以 為什麼有人 可以 郵遞 很快做完 就裝忙 沒事做了 為什麼有人 每天忙到下班 還做不完 其實我覺得很大一個原因是 會不會用一些 對的方法在做事 所以第一個 我們剛剛如果假設了 已經把 這個郵遞區號表格做出來的話 那其實在利用 VILO函數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這個表格 我這邊是做完了 但你們還沒做完 我接下來呢 就是教各位 怎麼樣把 那個 表格變出來的方法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把這個 這個 無序的 變成有序的 那跟各位講 你如果把它 摳過來之後 你最好先不要用原來的 直接來做練習 因為 如果你 執行VBA 它 沒辦法還原 它沒辦法控制自己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 再拖拉加控制鍵 拖拉左鍵 按控制鍵 然後再把 滑鼠的左鍵放開 就會多一個 一模一樣的 如果這個做錯了沒關係 你就再把它刪掉重來 等於是 先增加一個副本來練習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在那個 開發人員 不過開發人員可能呢 如果你們 從來沒有用過的話 應該這個不會出現 那怎麼出現 記得在上面這邊有一個箭頭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找到開發人員 這個打勾 確定 好 開發人員就出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兩段程式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如何把它貼上 我先 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就這兩段 那第一段的話就是 第一段是 郵遞區號合併1 這一段呢 它其實主要的 用途就是說 幫我把 這個範圍 這個是第一個範圍 這第二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到最後一個範圍 把它拼湊到底下 也就是說 讓它變成 一長串 就是不要分六 1、2、3、4 這五個範圍 把這五個範圍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第四 把它全部 放在下面 就對了 這個放在它的下面 這個再放到它的下面 也就是說呢 五個範圍變一個範圍 但是變成長條的 往下放 怎麼做啦 其實第一段是這樣 執行 有沒有 直接就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資料呢 就通通被 移到這個下面 Ctrl向下 大概 389 OK 那第一個問題 就完成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呢 那我要怎麼樣 變成三個欄位 那三個欄位的話 我這邊 第二段乘4 其實基本上就是執行 有沒有 它就出來了 1、2、3 但順序不對啦 這個郵遞區號應該把它剪下 放在前面 所以把它在 剪下 這個先剪下這一欄 然後選這一欄之後呢 它會出現那個 插入剪下的儲存格 把它移過來 那這個就郵遞區號 這個就縣市 這個就行政區 總共就是有 兩段程式 你把它run完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這個表格 那程式 放的位置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這邊有沒有看到 第3頁 這是第1段 就是 郵遞區號合併1 第1段 然後第2段在這裡 郵遞區號合併2 那待會啦 因為這個程式 蠻複雜的 那這是我自己寫的 因為我看到 我要什麼 我就把對應的功能 寫出來 他就OK了 只是說因為這個 對你們來說 是 有點複雜 所以 你們就先 做一件事啦 至少可以把程式貼上 run 出結果來 然後之後 我們有時間再來講 好不好 不然我看 這些程式 其實沒幾行啦 但是對大家來說 如果你這樣還會寫這個的話 應該公司應該會 蠻喜歡你的 因為很多事你會很快做完 而且甚至可以少請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在那邊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C C V C 那你乾脆多請幾個會寫程式的就好了 那些人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很快搞定 對不對 然後 而且喔 他每天重複做耶 浪費時間了吧 再來 那個工作 他也沒效率吧 如果今天 要這個資料 我要多久 對如果老闆說 你可以 馬上給我 沒辦法 下班才能給你 下班還弄不出來 那你當然會覺得 實在是 好那怎麼做喔 一 請各位喔 先把什麼呢 把那個 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 如果你要把那兩段程式貼過來 怎麼貼喔 記得喔 你不要貼錯位置喔 我先把他移掉好了 這個移除 貼的位置記得喔 你打開VideoBase之後呢 稍微把他縮小一下 然後呢 把左邊這個區塊 上方 這個叫專案中管 按右鍵 插入模組一下 OK 那就把那兩段程式碼 貼到 哪裡呢 貼到這裡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把第一段 有沒有 第一段在這裡 記得從Sub到EndSub 選起來 Ctrl C 不要選 選到多餘的 OK 貼上 這是第一段 好那你先貼一段 貼一段 弄弄看 弄的話呢 記得喔 先 複製這個 Ctrl 先拖拉加Ctrl鍵 然後放開 好那這個 一個 全新的 我這個先刪掉 OK 先留 OK 執行的話很簡單 就是貼上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 第一段貼上 然後優標放在這個中間執行 理論上 如果沒發生 錯誤訊息 那它五個 這個範圍 就會變成一個 Ctrl向下 你可以看到應該是389 沒問題 第一個OK了 那第二段的話呢 一樣的方式 就直接把第二段程式 就這一段 OK 應該在雲端第四頁吧 一樣 Sub到End Sub Ctrl C 然後怎麼樣 把它貼到它下面喔 OK 貼上 好那 那執行怎麼執行 一樣 游標放在這個中間喔 任何一個地方 按下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資料就過來了 好那我們其實 可能它多做一個動作就是把這個油地區要搬到前面 那上面再增加它的欄位名稱 這樣就OK了 好那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